为什么新加坡人民能够接受他们的总理李显龙 年收入高达220万新元 很多人都说新加坡是个温和的独裁者 一边设立严格的法律管控人民 另一边推行选举支持民主 你赞同吗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独立之时 许多国家都不看好这个小国 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成就 不仅是资源匮乏 自己自主也做不了 更不要说是能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了 然而在最不被看好的时代里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还扬言新加坡一定会生存下去 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在资源资源十分匮乏的背景里 竟打造出了属于新加坡的天然资源 走到今天 新加坡以独特的经济奇迹 成为了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 2022年全球第二副国家 全球最先进的经济体之一 拥有全世界最清廉的政府 最顶尖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最繁忙的世界港口 最多富豪续集地等等的头衔 新加坡这个小国 到底凭借着哪些天然资源 成功翻身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红狠里传媒 我是Chloe 郭惠恩 我在新加坡工作期间 遇见了很多人事物 因此产生了一些对这个国家的想法 感觉新加坡人的骨子里 都有一份对自己国家的优越感 就是有点骄傲哈 为什么呢 今天我就用十分钟时间 带大家一起了解 新加坡到底是如何从贫困的殖民地 你席成王 在这一边开始之前 记得follow我的IG 还有花三秒钟的时间 按下面的订阅按钮 以及下铃铛哦 一二三 作为一个岛屿国家 三面黄海的新加坡天生的地理位置 本身就很优越 位于马六甲海峡南口咽喉的新加坡 一直都是扮演着重要的交通枢纽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之一 被称之为黄金水道 简单来说 马六甲海峡就是连接着印度洋 以及太平洋的最近航道 也是亚洲特大西洋的十字路口 同时也是连接着东方 以及西方的必经之路 许多欧洲或者是东亚的商船 以及货轮 都会为了解约运输成本 选择经过这里 在2023年物流绩效指数当中 新加坡位居全球第二 更是被世界银行评为 亚洲最佳的物流中心 同时新加坡的章鱼机场 也是亚洲最大的货运机场之一 所以新加坡肯定是 物流首屈一指的国家 而你可能不知道 新加坡之所以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于 政府对国家教育的投入 就像李光耀先生生前常说的 人才是新加坡最重要的资源 新加坡几十年来都在专心做好一件事 就是致力于培养优秀人才 除了以各种政策来吸引各国的经营移居新加坡 同时也很大力地去栽培自己的人民 为经济的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此有很多杰出的专业人才 都在新加坡为各行各业发展 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在2022年全球人才竞争指数当中 新加坡是唯一进入全球排名前20的亚洲国家 而且位居全球第二 另外在2023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当中 新加坡国立大学更是被评为 全球第11名位列亚洲第一 实际上新加坡的政治界是最能直接体现出该国人才积极的事实 李显龙总理本身就是以一等荣耀 从建交大学毕业的数学天才 那总理夫人何金当年更是获得总统奖学金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程系毕业 之后又到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 甚至李显龙内阁最年轻的外交部长维文 是一名毕业于皇家爱丁堡外科医学院的医生 看着这些学历背景还有政治成就 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何新加坡能够有今天的发展 因为这一切都是由一整班精英分子撑起来的 很烦耶 我下星期要去新加坡 要去拍摄可是我完全没有灵感耶 我想找一个了解新加坡人来聊一下一些题材 或者是有什么地方好玩 新加坡人找林俊杰或者是孙彦芝哦 你OK吗要怎样找哦 简单啦用Hio app create他们出来不就好了 什么这是什么好东西 让我看看哇这是什么新世界 很神奇耶 怎样create咯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我来试试看create一个孙彦芝先 角色类型 角色人色 描述 填好了 不知道孙彦芝会推荐我什么东西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我刚刚创见的孙彦芝看看 好像很OK勒 感觉跟他聊一下就有灵感了 是不是超厉害的 我先跟他聊一下他眼中的新加坡先 我以为这样子的一个app一定是要给钱的 结果它是免费的咧 好要真的是太保障了吧 而且你们看还有苏格拉底 牛顿 达芬奇 还有十五孔 哇这个app里面还有头脑风暴 想法完善 文案改写 居然有那么多可以帮助提高工作效率的指令 简直就是创作者的天堂 你也想哟 赶快到我的资讯栏去点击链接 下载使用还有吧 绝对要让你惊喜恋恋 话说新加坡在1965年建国以来 国家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政变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一直都是由人民行动党执政 并且以压倒性多数控制的议会 政府扮演着温和的独裁者 一边就设立严格的法律来控制人民 另一边也在积极推行选举自私民主 同时还坚持以高薪养怜 深信高薪能够打击政治腐败 而李显龙的年薪就高达220万新元 成为全球最高薪的国家领导 除此之外 为什么那么多外资涌入新加坡 因为政府多年都打着低税政策 以及完善的金融法律和监管制度 在最新的经商环境排名当中 新加坡可是在82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位居第一名 而你相信吗 未来5年它也将会继续是全球经商环境最佳的国家 在2022年全球最富有的经济体绑纳当中 新加坡就以14694美元的人均GDP 冗登全球第二最富有国家 另外再加上该国的金融交易所 是亚洲首个金融期货交易所 每一年都管理着超过1.8万亿美元的资产 对于投资企业来说呢 这是相当具有公信力的 因此新加坡稳定的政治局势 以及经商环境都是该国最大的优势 这几年中美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 作为小国的新加坡一直都在强调自己不选边站 而且总理李显龙呢也会经常劝和不劝李 坚持外交关系多元化 虽然专家们都认为啊 中美一旦爆发冲突的话呢 最嫌遭殃的肯定就是我们这些东南亚国家 毕竟一边是最大的经济体贸易伙伴 而另一边则是房屋领域合作关系 这双方都不敢得罪啊 然而新加坡在这样具有风险的国际地缘政治当中 却意外的成了不少外资的最佳避险地方 这吸引了不少富豪们纷纷都迁移到新加坡 以避开中美僵局所带来的影响 而去年新加坡更是有600份家族申请此项特殊政策 估计将会为新加坡带来120亿美元 另外像以下这些公司也都在陆续的把亚太总部 迁移到新加坡或者设立数据中心等等 他们把员工和生产线都带进了新加坡 除了扩大企业的规模之外呢 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新加坡的就业机会 虽然说当年新加坡是被踢出马来西亚的 但是我认为还好新加坡被独立出来了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看是荒岛的地方 就能够一步一步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因为像是港口之部分 马来西亚一共就有61个港口 包括巴胜港、槟城港、柔佛港还有马六甲港等等 而巴胜港作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港口 地理位置也是处于槟城还有新加坡之间 可即使它是远东至欧洲的贸易航线理想停靠港 但是与新加坡港口相比起来 马来西亚的港口不仅挤不进全球前十 吞吐量也不仅新加坡 要知道新加坡港口有1000多个停泊位 还有300多台的起重机 不仅只是一个中转站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同时新加坡的国际货物吞吐量 那也是常年畏惧世界第一的 很多人都爱调侃新加坡没有石油 但是大家却忘了它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炼油厂 产出汽油等民用能源 而且新加坡一直都是在不断地进行填海造路的努力 扩大其领土面积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在地下修建规模庞大的储油库 以确保其能源供应的稳定性 这些储油库的储量能够供应新加坡全国一个月的能源需求 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储备 保障整个国家的能源安全 因此新加坡虽然开始资源不丰富 但其实它都是隐藏在所有看不见的地方 造就了今天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说到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新加坡政府的远见以及制度 让新加坡这个小国凭借着全球的金融中心地位 优质的教育体系还有科技创新等等的推动 就成为了全球蜀木的焦点 虽然说新加坡目前还是发展国家 但它已经展现出了无限的发展潜力 小而强大的新加坡绝对是一个让人赞叹的经济奇迹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眼中的新加坡又是长什么样的样子的呢 你们赞叹的新加坡还有哪一些方面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在影片结束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新加坡的趣事 就是我发现新加坡人好像真的很压力 然后他们就是特别容易烦躁跟暴躁 走在路上就是即使我撞到人 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子 所以我有点害怕去新加坡那这样子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体验 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咯 喜欢我的视频加留言分享按赞 然后记得follow我的IG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还有别忘记按钮 以及小铃铛哦 红布里频道 一起和你从松佛中学习 拜拜 dru日 我们下期再见 对